老四啊 老爷今天考你个问题四哥啊 老四啊 蝉使官给睡眼朦胧的老四出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试剂难题 那就是妈妈和媳妇同时掉河里 你先救谁 这个问题在人类都没有两全其美的答案 旁边这个和老四长得一模一样的拉不拉多是他的妈妈 身材矮小 有点贼眉疏眼的是老四的丑媳妇 当蝉使官问道 妈妈和媳妇同时掉进河里 老四先救谁时 看看老四的回答 有没有让大伙说 老四 那问题来了四哥 如果有一天 妈妈和媳妇咱俩都掉水里了 四哥 都不会游泳 老四你救谁 救谁老四 只能救一个 老四当着妈妈的面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媳妇 结果妈妈当场发飙 这个世纪难题在人类都没有两全其美的答案 对于一只狗来说 也确实是难为她了 救谁老四 瞎救你了吗 难得问你 救谁 对于妈妈的发飙 吓得老四当场改了答案 虽然这个世纪难题对于老四来说 选谁都好像不太对 但是老四绝对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汉 对于已经当了爸爸的老四 对自己的孩子护独自绝对没话说 孩子拆家要挨打 老四紧紧地护住孩子 和禅使官据理力争 绝对是个合格的好爸爸 甚至为了自己的孩子不挨打 不惜出卖身边的朋友 不管禅使官怎样告状 老四就是紧紧地护住孩子 不管禅使官怎样发脾气骂人 老四都是一声不吭 任凭禅使官发些脾气 教育孩子 但是如果禅使官想拿拖鞋打孩子 老四就会第一个站出来护住 他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或者儿子 但绝对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老四啊 老爷今天考考你啊 你看看啊 他俩哪个是真的老四 老四 哪个是真的老四 你摸一摸 老四哪个哪个是真的 你摸摸哪个是真的老四 他知道那个是真的 你不用管他 老四他俩哪个是真的老四 哪个是真的呀 哪个 他知道这是真的 我发现你真的 老四 哪个是真的 哪个 哪个 老四整天睡眼朦胧的 老四整天睡眼朦胧的 他的妈妈为此也是操碎了心 禅使官的问题 妈妈疯狂地暗示 结果老四还是回答错了 妈妈又是一顿疯狂的教训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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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褑